接着我们来看房市 现在感觉上真的是非常的冷 感觉有点软角了 像是土增税 还有个人房地合一税 其实前四个月的数字 表现通通都是减量的 我们先来看土地增值税 其实前四个月减少超过了百亿元 这年减幅很大 已经将近快要到四成了 那契税也是年减有16亿 那么年减幅度也将近快要30% 这个是历年同期的最大减量 那么至于个人的房地合一税 则是年减了17.44亿元 这个减幅有16.7% 同样也是历年的同期最惨 那如果以六都来看的话 相关税收减少最多的 主要是台中市台北市跟新北市 那当然也包括了 因为像是经济成长低迷 还有洋行升息通膨等等 所以现在房市的投资氛围 当然非常的保守 收税当然也都受到了冲击了 那么至于疫情之后 各大商圈是有慢慢的影响 复苏没有错 但是感觉上好像并不是雨露均沾 像是我们先来看看公管商圈的店面租赁 今年三月份已月租11万出租的一个店面 拆算单平大概是在4669块钱左右 可是有同一个路段在2018年 是可以租到单平8000多块的 那如果你相比之下是减少了四成 感觉上好像过了疫情 似乎并没有起色 而且还越来越往下 而且公管过去在非常当红的时候 指标性的路段 螺丝幅路四段 2012年还出现了总租50万租赁的交易 你拆算一下 单平是超过了2万块钱 这可是公管的最高纪录呢 那过去的确是独领风骚 因为有很多的台大学生嘛 可是很多人都说 现在的公管商圈 感觉上好像缺乏一点特色 加上店商又这么的多 所以店面的成猪表现 当然是不太理想 但是有一个商圈非常的厉害 那就是在中山区的南西商圈 现在感觉上是非常有力的巨客的效应 像是八平的小店面 月租真的非常的厉害哦 可以拉到12.5万 那你算一算他单平多少钱呢 就是已经超过了1万5千块了 而且疫情期间也并没有大减 那专家都说了 因为这边有很多的百货公司啊 主题风格店铺 其实年轻族群是非常喜欢来这里的 像假日甚至还有街头表演跟主题市集 所以很多年轻人都说 你来到了这个地方 就好像很年轻 而且有很多的活动很好玩 还有非常多的文情小店 所以就算是疫情期间 也是少数没有明显受到冲击的区域 跟公馆商圈比起来 真的是两样情 公馆商圈租金滑路 十价登陆借路这间店面的租金 比起2018年同路段的行情 租租少了四成 临近秀泰影城先前是首邮影店 如今变成牛排店进住 五年前想租这里的店面 月租单平至少八千元 现在这间店以十一万元出租 单平为四千六百六十九元 电租行情不如一望 周边摊商直呼不意外 二十多年前房租很贵 现在已经降一半了 一两个月有变比较 人才有回来的 商圈缺乏特色的商品 以及特色美食 无法吸引外来的消费族群 公馆经店面跌落神坛了吗 随处可见出租甚至求售的公共 公馆商圈螺丝幅路上的一线店面 在巅峰时期几乎是一店难求 不过现在这里却出现了 有整栋店面等着寻找住客 不过反观中山捷运站的一线店面 几乎都是连锁大品牌 在平日时间可以看到 人潮也络绎不绝 大马路上校弄内服饰餐饮 法郎伶俐 加上众多百货业者 群聚加持下市的商圈店租居高不下 南京西路一家知名珠宝店 三月以每月八十五万元成租 创疫情以来的新高 成品进驻中山商圈之后 带动了整个商圈的文创气息 所以年轻的品牌 以及年轻的族群 他们喜欢到中山商圈来消费 西门丁也重返荣耀 迎接大批国际观光客 商圈快速复苏 成都路和峨眉街出现有小店面 单平租金回升到万元左右 以后北市商圈呈现两样情 三里新闻林书贤李文科 台湾报道